1日1 2日1 2日1 沒錯 今天又到了1日1晚劇 前離我而去 我們今天是2天 我是你們的 LUMI 不過說咱們 火術上道具 今天就是介紹 記得昨天的萬彈玩具農業 組裝模型 湖底片之後 今天是 巴斯 對 只字一組的 我們兩個一起 出來騙錢 昨天有個地方沒有講 就是昨天那一盒湖底 跟今天這盒巴斯 其實他們兩個很屌的地方 都是Made in Japan 可能他在中國做一盒正版 然後出來十盒祖國版的吧 那這隻的優缺點 其實我覺得跟昨天的 是差不多的 那我還是要來介紹介紹一下這隻 所以一樣這隻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 把它組起來 像你看我這隻組起來是比較素面的 就是我很多貼紙都沒貼 因為很多貼貼紙慘痛的經驗 所以我這隻索性就是不貼了 期待有一天有個人能幫我上色 然後說說它的缺點 它的缺點一樣就是湯口的問題 但巴斯我覺得湯口看起來比較還好 因為它比較白 所以我覺得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整體我覺得還想 然後一樣可能是 眼珠就是也是有 太鬆或是太緊的問題 而且在裝的時候 你要注意不要裝錯 因為有幾個人眼睛它的 它不是全部原型的 有可能有些人可能就會裝不起來 它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的這個透明罩 它是用卡 卡順的方式 就是它如果要拆或是裝 一定就是卡進去 它沒辦法做一般 還一定要就是整個巴拉子拆起來 這樣 我覺得是稍微比較可惜的地方 因為它這個動起來這樣就不太順 而且它沒辦法還原 就是電影的那種翻仙的感覺 它只能這樣 或者就是拳照這樣 或者是全部拆起來這樣 稍微可惜一點 好接下來講到它的優點 所以優點之一也是 你看像它的分色也是蠻精良的 我沒有貼任何貼紙 基本上圖案 它的橙色就是 蠻不錯的 圓看都很讚 但主要這個我沒有貼 就是它 像這種立體的貼貼紙 現在貼的都沒事 久了我覺得應該都蠻殘的 就是它雖然是組裝的模型 但是它翅膀那邊做得很凌 就是它也是可以按鍵彈錯 然後再拉伸它的翅膀 其實蠻屌的 而且動的棒是蠻順的 看一下 有沒有 這種 彈射感 偏很爽 使用了一個小小的彈簧 跟兩個裝飾 我覺得蠻屌的 一樣我覺得它關節做得非常好 就是可以重現很多坐姿 或者是動的姿勢 我覺得都蠻不錯 就是比海洋躺的 我覺得可動的性能是更好 然後像它這個 手上這個也是可以翻起來 可以回去比 看看我之前講過的巴斯 蠻多都是不行的 我覺得這個專蠻不錯 然後這支也是附了三個表情 跟兩個手 它手就比較少一點 表情也都海不出 那就是眼珠很容易跑 跑掉 對 差不多大概就是 這樣子 然後這一支的價格 比股底高一點點 大概 800 800上下 然後 這一支 推不推薦買 這一支假如 跟三口可動的巴斯筆的話 我會推薦這一支 雖然這支可能要自己塗裝 沒有像三口那一支那麼完整 但我覺得這一支的關節 跟翅膀 就足以屌打 可動的那支 80 那支真的還好 而且臉部表情也是 這個的表情是非常生動 非常貼近 電影作 三口那支有點太粉嫩 可以參考我之前那支影片有詳細的說明 對 如果這兩支筆的話 我會推薦你買 這支 雖然你要花一段時間把它組起來 但我覺得它的好玩度 是高於三口可動的巴斯 沒錯 而且如果你沒有那麼在意貼紙 你貼一貼 其實我覺得有87分響 可以屌打他 沒問題的 賣 對 大概就是 這樣子 明天應該沒意外的話 也是更新巴斯的東西 我是你們的 Rulis 李宇恩 哇 我們明天見 掰掰 びな 李宇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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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要看